如果你在家里面烙饼,总是又干又硬,不分层不好吃,那么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讲解非常详细,满满的都是干货,让你看就会,一做就对 500克普通面粉,加2克盐增加筋性 一半用170克开水烫成面絮 一半用170克凉水搅成面絮 这个面团是半烫面,而且水分特别多 无论做什么面食,都是非常柔软不硬 揉成软面团,分成四等份,每份再滚圆 配上一层油锁水,盖上保鲜膜,醒面40分钟以上 现在调一个油酥,一勺面粉,半勺椒盐粉 两勺食用油 搅拌成可以流动的西壶状 面团写好之后拿到案板上,按成厚一些的面片 厚一些分层效果会更好 上面抹上一层油酥,沿半粘切上一刀 现在圆心不动,边缘对齐 给它卷起来 卷好之后放在掌心 先把边缘捏合 再把底部收冷 这样可以防止漏油酥 同时可以更好的鼓起分层 大头向下按扁 再从第一个做好的开始 从中间向四周擀开,擀薄 垫面充预热完成之后 再喷层凉油 这样口感更柔软 放入饼子,尽快整理一下形状 上面再喷层油锁水 这样口感也会更柔软 盖上盖一定要大火烙 大约两分钟 饼子鼓起就已经熟透了 我们翻面再烙3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啦 柔软千层放凉油不会硬 有空你也试试吧 多下 J 远优宣